星期六就是二二八纪念日 中间新闻特别制播了二二八敏恩仇的特别报道 在这里头呢我们找到了当年在二二八事件发生的时候 被海军紧急送到大陆青岛的台籍海军技术员 他叫做詹德炮 那么结果他却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从此他就留在大陆的昆山落地生根 我们来看看他的故事 这个就是赞金山 我们到昆山群访六十年前 从台湾到大陆的台籍海军技术员詹德炮 没有想到到了他家 他突然间不愿提起这一段往事 为什么过来过 我现在这个东西嘛 这个东西嘛没有必要谈的嘛 这太晚嘛还是很 这个工作嘛怎么讲呢 原来是他的儿子觉得事情太过敏感 不希望父亲说的太多 杰德炮是台湾彰化人日剧时代担任过日本海军 台湾光幕之后被国军招募担任海军技术员 负责修理从日本人手中接收的军舰 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 他随海军到了京道 你有听过二二八吗 听过的 怎么知道的 怎么知道 谁告诉你 怎么知道的 我参加的嘛 你参加了 怎么参加呀 算了 这个过去的事情 二八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当二二八发生之后 海军怀疑这些台籍技术员会参与事变 因此紧急将他们分为三批 送到了山东青岛 其中有二十几个人后来被解放军俘虏 杰德炮就是其中之一 他后来加入了解放军 在大陆落地生根 那么我在这里生活习惯了 生活习惯 在这里有退休间 跟很多外省老兵一样 离家六十年之后 杰德炮只能够将一乡当故乡 专闻新闻综合报道